由郑小龙监制的医疗剧《产科医生》正在北京进行热拍 这一次精英男专业户王耀庆扮演优质男医生 而佟丽娅则出演一个有理想的实习医生 确实是 产科男医生的职业也算是比较新兴 而且很多人不是很了解 这部剧对他们来说也是新生儿 剧组首次公开对媒体开放探班 来看看这个新生儿健康吗 看看 剧中王耀庆扮演一个专业的产科主任 这波连接受采访也脱离不了角色 不仅一再向妈妈观众们推荐顺产 还能一口气说出不少专业性极强的手术名称 请顺产 强烈建议第一个是顺产第二个是亲自喂母乳 生活中王耀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所以一直都陪妻子进产房的他来说 出演产房的戏份根本不在话下 本以为还没结婚的佟丽娅会对进产房这事有心理压力 但其实这个看起来娇娇肉肉的姑娘有这颗强大的心脏 因为剧中有很多专业的产科手术气氛 佟丽娅此前在医院进行了长时间的现场观摩 这段特殊的心理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了医生们的专业和母爱的伟大 我觉得当母亲好伟大 这样的职业我觉得都很神圣 他们都很不容易 而且我在那儿待了大半天 他们几乎都没有时间休息 一个妈妈走了又来了两个 有的时候会同时就两个妈妈同时接生这样的 他们说你们演的都把我们演的太轻松了 我们真的很忙 因为新年地向百一天使致敬北京采访我岛